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梦想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梦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次我们讲一讲世界事事 第一次就是来自日本 现在台海局势相当紧张 日本之前有些官员还说怕什么 就和中国一战 结果 菅议委也要出来撲火 根据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的报导 随着台海局势紧张 他就警告菅议委政府有必要做好 保护日本侨民的工作 尤其是旅居台湾的日本侨民 一定要做好工作 如果台海有什么事情 一个字 走下 也对的 难道好像阿富汗那样吗 他就说虽然 现在 这样的 时势 你说打仗 未有可能性 到时 阿富汗都这么快 轮陷 这个报导 也是说 最好 也是做好 保护 旅居台湾的桥运 撤桥的准备 不过 台湾当局 就拒绝日本撤桥的 可能性 他就说 没可能的 他的意思是 不用准备了 我们怎么会被人攻打呢 这么说 你这么劳定的时候 就证明更加危险了 说句老实话 对吧 你看美国现在有些人都撤不住 这么困难 距离31号还有 8日 没错 日本的《产经新闻》也说 日本政府至今 针对朝鲜半岛 紧张局势之间 是怎样可以 开展非战斗人员的行动呢 其实 原来他们对朝鲜半岛反而是有一套 无意训练 是训练怎样在 局势十分紧张之间 就可以撤桥的 但是 对台湾 他也不敢这么做 所以 日本的媒体就说 这个是 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你不要这么劳定 我们根据日本外务省 看一看资料 直到 上年年底 旅居台湾的日本桥民 就有24,552人 旅居南韩的日本桥民 就有 4,500人 不过 冲城远 和 那角丁 和 那角岛距离台湾 仅仅是 110公里 包括 和那角岛在内的 仙岛群岛在台湾局势紧张时 很容易成为战区 我节目也说过一次 其实 冲城 可能 就会成为 磨心的 如果真的台海有战争 所以你不要这么劳定 做什么都是有防备 支战好一点 报道也说 一旦发生 真是台海冲突 日本政府将向 自卫队发出 派遣护桥 等等的命令 将 仙岛群岛大概 10万人撤离 冲城岛 或者去九州 自卫队 将同时从台湾 撤桥 和从 仙岛群岛撤桥的居民 就会优先考虑 因为比较近 而且 规模会大于 朝鲜的撤桥 朝鲜好像 不是很多日本人住 是不是 南韩就比较多 没错 报道就认为 台湾当局 是会拒绝日本的撤桥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可能性很低 因为撤桥 这些演练都是要台湾当局 配合的 但是 如果你 和台湾说 可不可以配合撤桥 是否等于 打着 绿营执政党的念 就是说 你说撤桥 难道你觉得会 没有桶 我经常说不会的 所以绿营当局 不用搞这些东西 撤桥可能性很低 因为 大陆不敢打过来 其实这样相当危险 这种想法 老实话 我有几十节目都说过 台湾民众就是被 民进党当局麻痹了 经常觉得 有牌子 大陆怎么敢打我们 差很远 但是 凡事 都总有个可能性 而且 你们 绿营分子经常挑衅 到时有什么事情 不要 不要跟我说 走得最快是你们 应该也是 走得最快 再英文 所以 日本媒体警告 日本政府 做这个 撤桥的准备 当然 是做一些演习 或者制定一些计划 其实也对的 他们媒体就说 挂危急之下 可能就要利用 台湾的桃园国际机场 但是 旅台的 日本 桥民如何集合 易东 亦是个大问题 如果 用船来撤桥 会不会太危险了 更加危险 真是更加危险 对吧 你不要忘记 福建在 台湾外岛的对面 看到 中央船 台海实在太近了 大陆和 台湾实在太近了 距离 这些好像 不太好 对吧 这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来自 B&O祖国 英国 那些网友小心 现在英国 有诈骗团伙 冒充公务员 有些还冒充 是议员 说来帮助你 如果你新移民的话 说来帮助你 你小心点 B&O祖国 因为他们那么崇英 或者 他们就是找一个诈骗团伙 其中一个成员 假设说话很高 很高贵的英国口音 我想B&O祖国 就很容易受骗 会不会听不明白 反而救了他们 也有机会 其实我想想 可能他们 最大一个利用 最大一个安全性是什么 一个字 窮 诈骗不了多少钱 可能都是几百磅 一个字窮 你知道B&O价格 两三磅钱 买一大堆东西 开心到死 说真的 有些也很有钱 这个 犯罪团伙 最擅长是什么 就是 Cosplay 对了 动漫节 他们就穿成全身西装 扮成 当地的议员 你记不记得 B&O价格很想 有些英国的 政客去注意他们 如果 这些 诈骗团伙 扮成议员 接近他们就搞笑了 有些就变成 法官 有些就 装扮成警察 这样 嗯 四处招摇撞片 由于 演技十分好 你不要说演技很好 四年来 都骗了 100万磅 哇 都挺厉害的 每年大约 25万磅 连英国的媒体都说 这堆诈骗团伙 吸金能力极强 哈哈哈 不过 当然 警察后来就要做事 警方 加强执法 这个团伙 之后就没那么容易得手 但是 亦有 英国的媒体说 其实 他们 好像跟一些 当地的小官员 有勾结 所以现在英国政府要查 这些诈骗团伙 他们说是怎样的呢 他们就说 我其实 代表政府 那么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行 一个方便 行方便 那当然是要付钱 是吧 结果有些人真的想行方便 所以就压了25万磅每年 现在 警方也是 继续搜集证据 我们看到一些人 如果扮政治家、法官、警察、议员等等的各种高级公务员 用这种身份去诈骗 即扮出来的这种身份 原来得手率十分高 好像有一位 人兄 他就叫Steven 他 就 上了当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他 就想 请人家帮个小忙 就是 copy 一份资料 在政府那里copy出来 当然了 诈骗集团说 我当然是做到了 我是议员来的 我可以 帮你搞定的 他损失就不是很大 损失了1000磅 但一个议员1000磅 说真的会不会 有 留了点 诈骗集团 议员应该不止这个身份吧 是吧 会有些B&Logo 说 我很想日本真BC 可不可以直接给我 那就不止1000磅 对 亦有人是冒充 警察 就说 听闻你 我是超速 谁知道那个人原来真的超吵 那个假的警察就说 这样吧 我帮你 搞定它 便宜 便宜 总之就让你那张罚单便宜 其实这样骗就骗到不太多钱 但是这样搞一下 可能即小成多 嗯 都挺厉害的 四年赚了 100万磅 是吧 这是第二则新闻 第三则新闻 就来自美国 就说一位老头子 就是周老头 拜登先生 最近 他有经常被人说他 喂 拜登 你是不是真的有老人痴呆 之前我们都知道 他登基的时候 曾经连续 跌了三胶 不过 最好笑的就是 他经常记者会就突然低声地对记者 发出一些令人无骨悚然的 字字浸浸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还有 他 就 将这个普京 说普京 谁普京 特朗普是吗 将普京叫特朗普 不过也可能有 逻辑的 当然普京可能 就是令特朗普上台 两个朋友都会打斗的 没错 他可以这样打斗的 但是有一次最搞笑 他说赫金是总统 蛤 那你是什么 对啊 所以真的只能探视一下 周老头 我也有点点担心 不过说真的 这是年纪 厚误 说话都不记得正常 但是作为 美国的 最高元首 真是很严重 另外 日前一场记者会 他又是 经常 很乱 被媒体形容 大炒车 所以 媒体就觉得 你可不可以继续 担任美国总统 你的心理 和生理 是不是正常的 白宫现在是不是 知道他 是正常的 健康状态 其实之前也有 几名权威医学专家 都表示担忧 我们看看 最近在美国的一场记者会 记者其实 就很 连续地问了 几个问题 可能太过连续 都是说阿富汗的 第一条问题就是 阿富汗夏布尔机场 无比混乱 无论是难民还是美国公民 都很难撤退 其实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来阿富汗机场 混乱撤离是两天 拜登就说 四五日前的东西你还敢说 现在没事了 你究竟是真还是不是 我可以 想一想 帮你逗一逗 因为你觉得 如果你再说我这么乱的话 等于打自己的脸 但是 真是很乱 到今时今日为止 赫布尔机场 还是很多人聚集的 对呀 想冲破防线 进去 上机 没错 拜登就说 哎 在我看来 任何 说美国人 去机场混乱 困难的事情 都是假的 啊 傻的 他就说 我们跟 塔利班有协议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他们 是允许我们 过去机场的 这么说 是允许你去的 不过事实上真的是混乱 我当他为自己辩护 第二个问题 就是 他忘记了 自己说过什么 因为 另一个问题 又是说塔利班 拜登就问 你问我什么 我忘记了 刚刚说了你就忘记了 不是吧 记者就 如果是男女关系里 这些是不上心 是不是叫金鱼佬 你现在就忘记了 是不是不上心 对我说的 几分钟之前 是不是金鱼佬 煎鱼佬 还有 拜登就说 是啊 我们 跟塔利班 在 Daho 有一次接触 是哪里的 是哪里的 原来 是Doha 是Doha 他也挺厉害的 Doha Doha是Doha 他就做 Daho A和O倒转了 Daho 他也挺厉害的 所以大家都很担忧 拜登先生 你有没有事 除了这样 拜登还经常 跟自己的 下面的官员 好像 互打脸 他就跟五国大楼 就是国防部 就经常 互相 说的 是自相矛盾 就好像 五国大楼曾经说 基地组织 一样 还在 阿富汗 存在 拜登就说 基地组织 已经在阿富汗 消失了 啊 好像 跟你的手下 完全是 智商矛盾 另外 连五国大楼 都说 哎呀 美国人到达机场 非常非常困难 即是 去赫布尔机场 而且非常危险 拜登就说 我从来没听过 美国人去不了赫布尔机场 回不了你 我们都跟 塔利班商量好 另外 五国大楼就曾经说过 我们有九百名军人 还在赘利亚 拜登就说 我们一个军人都没有在赘利亚 好像都差很远 周老头 周拜登先生 下次可不可以跟你的手下 很尴尬的 被人问你 这些记者很尴尬 我看了个视频 好像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 大家都很担心 拜登的 健康状况 我也有点担心 亦被大量的美国人怀疑 他真的有老人迁害症 怀疑而已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当然 没人知道 暂时 这是第三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就是来自瑞典 瑞典首相立民 哎呀 昨天 就宣布辞职 他就在11月辞去 社会民主党 党魁和 手上的职务 立民 昨天在一年一度的 下季演讲当中 就说 我已经告诉 社民党听 我会在11月召开社民党 党代表大会 辞去党魁职务 并且辞去 手上职务 好 立民 就担任 党的党魁近十年 亦都做手上 做了 七年 他出生挺特别的 他以前 真是做工人 他以前是做烧汉的 所以都挺有趣的 一个工人出生 是一个左翼政党 这也是正常的 其实就是 目前 都不知道谁接替立民 但是根据 瑞典的宪法 社民党将会在11月 举行 党代表大会 选出新党会 并由议会确认 为这个 手上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